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袋子炒甜豆 这道菜不难 只是买袋子的时候你要留心 不要把处理过的发过的袋子买回家 那一般没有处理过的袋子 它的颜色是粉白色的 发过的呢 它就是透明的 亮亮的 滑滑的 看上去很饱满 那冰鲜的呢 比较好辨别 如果是包装好的冰冻的 就不太容易看得出 因为冰冻的外面都有一层薄冰 那如果你吃不准的话 就看价钱 相信它一分价钱一分货 同样的东西挑贵的买 那一般呢 大的袋子它都不会再发了 因为已经够大了 中小尺寸的机会就比较多 其实大的小的 只要买的新鲜 做出的菜都是很鲜美的 好下面我们先来处理袋子 袋子要一个一个细心的洗干净 因为边上可能会沾着细砂 大的厚的我们就给它一破二 切点姜丝 因为鲜背是寒性的 放点姜去腥又去寒 再放些料酒 撒些盐花 给它拌透 放置一边让它细心会等 豆葱洗干净 两头摘掉 就可以直接下锅了 等一会儿 摘的时候呢 要顺着这样往下拉 那如果豆大的话呢 中间可以再凹断一截 还可以带掉一些老筋 最后呢 再准备几瓣蒜头爆香 现在呢 只有两个颜色 两个素色 我们可以加一些胡萝卜配配色 切成薄片 这样这盘菜的卖相就会好很多了 放些油 油热袋子下 一个个两面煎一下 底部有变色了 就翻身 等另一半也变色了 应该就是八九分熟了 我们就先起锅 不要煎过了 煎过了就老了 也不要煎嫩了 嫩了它有腥味 锅水里淋一下 再下一点小油 爆香蒜头 然后甜豆胡萝卜一起下 爆炒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鲜杯的汁先下 差不多这样炒个两三分钟左右 豆腥味应该就没有了 或者你用肠的 那是你的口味了 我们就把鲜杯回锅 那姜你可以留着不放进去 然后我们少许盐 一丁点糖掉鲜 这道菜 我是没有上姜 也没有勾芡 做出来是干干爽爽 一点也不严苦 那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